各位小伙伴 欢迎回来新加坡房产日记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Paco 上一期我们做了一期华丽世家顶层豪宅 很多小伙伴都喜欢 很多小伙伴也想再看看华丽世家的其他单元 其实除了顶层豪宅以外 他们的二到四房也是各个设计师 也是特别的不讲武德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3 2 1 走 今天我们先上来57楼 看第一间大概89平方米左右958平方尺 由日本著名设计公司Sumichura设计的一个样板间 这边主要用的是黑白色的设计 两个房间两个卫浴我们一起看起来 看起来 欢迎来到我51楼的家 这边大概1625平方尺 大概150平方米 这边也是由日本著名设计公司 Mitrisura设计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先进入厨房 这是我喜欢的半开放式厨房 然后我们主要以黑白色调为主 同时我们用大片的玻璃窗 让整个大厅看起来更加开放 这边同时用的厨具呢 也是Gagana的器件套 大家都知道Gagana是一个特别精细的品牌 也是奢侈品牌 这边除了我们看得到有咖啡机烤箱 还有我喜欢的 我是爱煮饭不爱洗碗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Gagana的洗碗机 然后同时我们的酒柜 大冰箱全部都藏在厨里头 所以看起来是特别的干净 总结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厅吧 大厅同样采取的是开放式的设计 然后大厅跟饭厅打通了以后呢 看起来特别宽敞明亮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边的大片的落地窗 整个大厅有一半都是落地窗 所以整个大厅看起来很宽敞明亮 由于我们是城市最高的位置 所以我们这边是整个城市的景色都尽收眼底 一起跟我来看一下 这是我喜欢的 整个城市就在我的眼皮底下 然后下面全部都是南洋保留的历史保留建筑 还有我们也在未来新加坡大力发展的南部冰水新城 就在我们后面 OK 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来到你54楼的家 这是一个四房四位 大约1625平方尺 约大概154平方米的四房四位样板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边是由著名设计公司Synosure设计的一个四房样板间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有很多镜子为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超过8米的一个面宽 整个海景呢完全收纳在我们整个房间里头 这个大厅跟饭厅 我们又完全地打开了这个空间 连同我们干湿厨房的开放空间了 整个方形的空间就融为了一体 我又开始做立刻画面的空间 这边是出现的空间就开始开放空间的一面宽 这边是一楼子的空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欢迎回来你四楼的家 这是一个三房三卫的三房单元 总面积大概1313平方尺 约122平方米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边的设计是由著名设计公司 Designwix设计 我们也看得到 整个设计都是一个简约风格 进入厨房呢 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大片的冰箱 好重的冰箱 然后还有我们的咖啡机 酒柜 还有洗碗机 还有我们的做饭的炉灶 全部都已经是收纳在整个厨里头 所以看起来是简单干净 进入我们大厅 由于是开放式的厨房 加上开放式的大厅 所以整个面积 看起来也是特别宽敞 再有一个超过4米的面宽 把我们的全海景收纳到大厅 就使得我们看起来 视野更加开阔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各位小伙伴 今天的几套样板间 哪一套是你喜欢的呢 麻烦在评论区 留言区 还有弹幕敲给我 想要约实地看房小伙伴 也可以随时约起来 我的联系方式 将会在我们整支视频的最后 出现在大家面前 上一期我们也介绍了 这个项目的顶层豪宅 也是特别好的一支视频 欢迎大家也继续关注 我的另外一支视频 老规矩喜欢我今天的节目呢 麻烦关注我的视频 点赞 还有加转发 未来视频将会更精彩 喜欢的观众请打一 不喜欢的打自己 下期节目见 拜拜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赞 同时点击右下角 subscribe按钮 和小铃铛 追踪我们的视频 我们将给您带来 更多的好房源 同时欢迎添加 我的个人微信和Facebook 我会很乐意的 为您安排观看 这一套房产 下期节目见